市面上很多的上車盤都是開放式的單位和高樓帶設計 今天這個單位都是,但實用面積有多少呢? 以這個丁方形的開放式單位來說,實用面積大約138個平方尺 先讓大家看看單位的全貌 是啊,138尺,一眼看光 其實以開放式來說,這個單位其實不是很大 護主想說在這個空間裡有睡眠區和比較大的儲物空間 我們也盡量滿足護主的要求 所以你看到這個位置有一個很大的地台和有一個角樓的睡眠區 為什麼不選擇用一些傳統高身的書櫃或者衣櫃呢? 如果在一個Studio開放式的空間,用一個高身的衣櫃或者四處放晒高櫃的話 會令到那個空間其實會很逼劫 你看到我們做了適當的家具之後 空間感都不會有縮小的情況 這個位置有個衣櫃和旁邊有張工作書桌一樣 工作書桌的對面有個電視櫃和CD架 下面這個位置還有一個這麼大的儲物地台的話 儲物量都已經很足夠了 這裡就有個衣櫃 這個衣櫃都很實用的 因為首先它有LED的感光E-tone 然後它也很深,其實我個人全部進去都OK的 設計師本來打算書桌向門口擺放 但和護主聊過之後,決定擺放在落地玻璃窗旁邊 因為採光度夠高 在設計工作桌的位置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你看到有塊板,其實這塊板可以拿起的 當這塊板拿起的時間 其實屋主就可以在這個工作桌就可以坐後多一點 還有這裡的距離 由這個尺寸就會變成這個尺寸 就寬鬆一點 就方便家的屋主去打掃和清潔了 電視掛了上牆,地台上面加建了櫃桶 收納空間都很充足 設計師特地選擇一個窄身的玻璃櫃 製放護主的CD收藏 牆身還有簡單的層板放裝飾品 最強的儲物空間一定是地台 地台櫃桶一共有夠格 連上來地台的梯級都打得開 地台還有一個機關 就是電動升降地台 沒想過這個地台還有一個這樣的機關 當初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這張桌和地台設計的原意 其實都是以收納為主的 我們在裏面其實已經放了好多個櫃桶 這張桌其實就是給屋主 他平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 在這裡吃飯用 電動桌沒有傳統木桌的桌腳 入座的時候更方便 還要不受桌腳限制 逼多一點就可以坐多一兩個人 收桌之後還可以放一張床墊 朋友過夜都沒問題 將睡眠區放在角樓 這樣怎樣上落呢? 那就簡單了 我們有一條活動的梯 所以在需要使用睡覺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個合適的地方 這樣也不錯 那就不會妨礙後面的衣櫃 沒錯 都會令到空間感寬闊一點 爬上來之後 以為會很小 其實都OK 因為它還有Head Room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空間感OK 以開放式單位來說 常常會遇見到的問題有幾個 重要的問題就像我們頭頂這個 一個這麼深這麼大的橫樑 很多時候都會影響我們 重新去設計和規劃 像這個橫樑一樣 正正在床上方 我們在高度的設定 都需要有很細心的考慮 這個單位收樓的時候 已經有完成裝修的開放式廚房 廁所 但設計單位的時候 要怎樣搭配顏色和材料呢 廚櫃的位置和家庭的地板 都是以木色為主 我們訂造的傢俬都是以木色 但我們就不能夠用相同的顏色 因為物料性是不同的 設計的細節裏 我們用了一些黑色的粗處設計 去令到我們的焦點 放在某一個位置 例如床頭柄 還有樓梯 還有床的爛何扶手 設計師還有一個貼士 對門的鞋櫃 只要用圓角和開放式層架 就可以減少視角上的壓迫感 單位看上去就會大一點點